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将带着大家继续前往东北地区品尝那里的美食 在吉林省吉林市的龙潭区东有一冠一品之说 关的是欣赏雾松的美景 品的就是品尝美味的乌拉满足火锅 而在辽宁省府顺市新滨满足自制县 你还可以看到最为传统的满足火锅 这几百年前人们吃的火锅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 赶紧去品尝一下吧 乌拉满足火锅 因兴盛于吉林乌拉城而得名 也是过年时吃的隆重大餐 这跟康熙东旬吉林城 1682年3月29日的时候 驾临了达生乌拉城 时任达生乌拉总管 我的祖辈用这款火锅 宴请了康熙皇帝 傅茶玉丘是当地为数不多的 可以用满语交流的满足人 从祖上到傅茶玉丘这一代人 傅茶市家族已经在乌拉街 生活了几百年的时间 我们买的肉就是猪身上的效果 软肋 软肋 那为什么您只要那一块的肉 在整个猪身上是最精华的一块肉 就是咱们几百年 这个祖训就告诉我 用这块肉是最好吃的 所以一直没敢改变 这里杀的年猪都是一年以上的笨猪 每头猪大约四百多斤 瞧着胖胖的猪后腿就知道 一头猪的重量可观 这里的人习惯吃大猪 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大猪的猪肉 才香才够味 傅茶玉丘说 傅茶是火锅里最关键的 还有牛肉 他选择的是两岁的牛 因为这个时候的牛肉是最鲜嫩美味的 而且选择精良的食材 研习傅茶是火锅的传统 是一点都不敢怠慢 我们这个火锅的这个料要这么讲究 那是啊 那肯定是讲究 满足乌拉火锅熬汤是关键 傅茶大哥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祖辈的传承 熬汤的底料 除了香叶 白纸 凉姜 桂皮 这些常见的佐料外 关键还有一些灵芝人参不老草 按照比例打碎之后 放在料包里一起熬汤 每天都要熬八个小时以上 而且这个汤就是当天熬 你熬多少时间白糖 必须有头一天的汤做铺垫 有老汤跟进 才能始终保持这个汤的浓度和香度 吊汤的食材更是讲究 大棒骨 鸡肉等冷水下锅熬至八个小时 直到汤熬成乳白色还算可以 这样的做法几百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傅茶玉秋也从来不敢怠慢 为什么你要烧骨肉啊 这个肉啊 必须先烤后煮 迅速地把它这个皮里肉外这个油 冰了出去 所以这个肉吃起来肥而不腻 所以会用这样的肉 烤好的肉再去涮 对对对 这种烤骨花肉方法 唯独在东北地区的满足传承了下来 在过去如果有人说 我们家是吃白肉的 那就表明他家的身份是皇亲国籍 白肉也叫腐肉 因此吃白肉也寓意着福气满行 烤制外皮金黄的五花肉 在煎水里彻底地洗刷干净后 就可以放到肉汤锅里去煮了 煮到七分熟就可以切片上桌了 放上炭火 各样盘碟重心捧月地拢着火锅 血肠被切成减乎等比例的圆 错落层叠地摆成莲花做的模样 白肉酸菜和血肠一样 是东北食材当仁不让的老大 摆盘最扎眼的还有虾 蟹 海参 满足祖先市居长白山 物产丰富 鹿肉 海鲜 和鲜 这些物料都可以拿来涮煮啊 吃满足火锅是非常有讲究的 涮肉 讲究吃两头 肉下锅只要六七分数 肉刚刚打卷捞出 略带红丝 这时候的肉吃的是鲜嫩 如果继续涮煮 让肉自然展开 这时候就能吃到肉本身的香醇味了 让我们再去辽宁省府顺市 新兵满足自治县去看一看 这里是满足的故乡 清王朝的发祥地 也能见到最为传统的满足火锅 新兵满足火锅是在女真时期发明 到清代前家时期达到鼎盛 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新兵满足人的最爱 我们满足火锅为了使口感特别醇厚 所以用那个冻膜来熬些老汤 冻膜是仅次于喉童膜的上皮蘑菇 在辽宁只有新兵部分地区生长 因为是在深秋天冷的时候生产 所以这里人把它叫做冻膜 明代中叶居住在新兵地区的女真人 在冬季狩猎时经常用陶罐涮煮食物 这就是新兵满足火锅的雏形 凡是能在火上蒸煮食物的容器 通通称为锅子 满足火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食材上 它的食材它就是用我们本地腌制酸菜 肉类它主要是以猪肉为主 然后它有羊肉有牛肉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老天的眷骨 大自然的贵赠 养成了新兵满足人喜欢吃肉食的习惯 肉食为人体提供优质蛋白质 抗肌耐恶 热量高 最适合高寒山区以狩猎捕鱼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满足人 相传 乾隆皇帝曾在宫中大百千首宴 全席共上火锅1550多个 应邀品尝者达5000余人 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 您看 这个锅时间长了 是不是都变黑了 对 外边是黑了 这就叫炭火给熏黑了 是的 熏黑了 它端到炕上来 是不是像一头黑熊一样到炕上了 是不是这么样形象的 新兵满足火锅分为炕火锅 老火锅和现代火锅三种 炕火锅就是儿歌中唱的黑瞎子上炕 老火锅被称为正宗新兵满足火锅 正宗火锅为铜制手工炮制而成 内筒挂锡 外边为黄铜或紫铜 满足粗广豪放热情好客 这些民族性格无辜体现在火锅文化里 红红的炭火 沸腾的汤锅 炭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 举驻齐飞 大锅吃肉 大碗喝酒 浓烈厚重的满足火锅与热情奔放的新兵满足人 是那样的和谐 在东北满足地区传统美食 还有八叠八碗 八叠八碗是满足人欢价 接待贵宾和节庆式的最高宴席形式 是新兵地区满足人习俗之一 而这道特色大餐里最不能少的一道点心 就是萨奇马 还是现在会做的也少 鸡蛋面条的炸制需要经验的把控 火大容易糊 火小面条就不熟 所以现在会做萨奇马的人的确不多 熬唐溪是制作萨奇马成败的关键 靠的还是经验 把炸好的鸡蛋面条拌入熬好的唐溪中 搅拌均匀 就要倒在模具中压平 再撒上青红丝 据考证 满语中的萨奇马有切的意思 萨奇马也可以说是一种切膏 随着清朝的建立 萨奇马也跟着入关 由北向南传遍全国 八碟八碗在食材的选择 菜肴的烹制 餐饮的形制和菜品的搭配上都有定制 八碟八碗它起源于努尔哈赤的后金时期 到现在已经四百多年了 它有几个必须的菜品 比如说烧肉块 这是当年努尔哈赤他亲自做的这个菜品 在一碗里它有八块肉 一人一块 这个是充分体现了它这个八旗平等 在所有八碟八碗的菜式中 其中阿玛尊肉俗称 努尔哈赤筋肉最为代表性 这道菜其实就是红烧肉 不过如今的烧肉块已经不在只有八块 是能让桌上的人吃个够的 八碟八碗都是要有一个方桌 就是大八仙桌 它这个呢它讲究就是上圆 下方 天圆 地方 每一桌人就要做八位 这八位就是代表了八旗 八碟八碗一共四凉四热 四凉里两荤两素 四热里也是两荤两素 蔬菜以本地食令蔬菜为主 冬季以酸菜和干菜为主 主食以年食和杂粮为主 八碟八碗 这是满足的正宗桌席 也被列入了满汉全席的下巴针 品尝完东北传统美食 让我们在去靠海的现代城市里 品尝一下当地人最喜欢吃的美味海鲜吧 大连地处黄渤海之边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 这里不仅有秀丽的海上夜景风光 夜市上的海鲜也是数不胜数 影子是大连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 也是一位美食爱好者 对于大连的夜市美食 它可是了如指掌 来到大连必须要吃大连的海鲜 大连的海鲜我们能吃出很多种的花样 考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有一种食材 我们大连的当地人 把它叫海鲜当中的书法家吗 海鲜中的书法家 海鲜是能写字吗 具体的答案 咱们一起去寻找 这海鲜中的书法家 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味道又怎么样呢 影子给记者的第一条线索 是这海鲜中的书法家 是一种长相奇怪的海鲜 记者决定跟随影子一起寻找 在这里你可以吃到 咱们大连当地新鲜产了 几乎所有种类的海鲜 而且吃法也是非常全 你能想到的 我们常吃的吃法在这里都有 那在这儿我是不是能找到 咱们海鲜中的书法家呢 书法家 那咱们俩一起找一找 试一试吧 行 我看一看 你看一看哪个更像书法家 影子带记者来的这家店 海鲜的档次 明显比菜市场高出不少 有浑身是刺的海胆 贝类翘楚大鲍鱼 生龙活活的虾耙子 还有手掌大小的生蚝 带子 究竟哪一种海鲜 是影说的海鲜中的书法家呢 这个是不是那个海鲜中的书法家 你觉得它像书法家吗 我先告诉你它的名字 你大连叫它海长 它在动了 它在动软软的 这个是活的吗 当然了 你看它在活动 你看 这活的海长 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 为了探寻它和书法 到底有没有关系 记者鼓起勇气抓了一条 这个是海长 它是一个软体动物 是吗 完全 你胆子很大了 它这个为什么 它会动吗 这个不是 它这个动物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 因为它生活在海中 你看它没有坚硬的外壳 或者说海胆那样的刺 所以它通过变换形状来改变 这个我看应该不是 因为它整个会比较滑 所以等一会儿做好了的话 你可以尝尝的口感 也是那种鲜滑鲜爽的感 你好像跟它已经交上朋友了 对 而且当然它像 你看它的变化各种形状 适应你的手 像变形金刚一样 这海长怎么看 也和书法沾不上边 不过影子说 它可是这家店里 头牌菜中的重要食材 这头牌菜的名字叫海鲜盛宴 食客们一次可以品尝到二十多种海鲜 而且这一道菜 容纳四种不同的烹饪技法 如果说烧烤是东北的特色烹饪技法 那烤海鲜绝对大连一绝 烤海鲜 烤鸟背 连鲍鱼都可以烤着吃 最原始的烹调方法 是新鲜的食材 以最靠近火源的方式 实现了一次味蕾的升级 隔水蒸 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 海鲜圆剧圆味 瞧 大分蟹在水蒸气的作用下 退掉了自己青色的外衣 换上了一席红装 大火蒙炒 要的就是一个香味 而麻椒 辣椒 是最好的爆香神器 海虾和各种调料 在大火的作用下充分融合 麻辣鲜香浑然一体 海鲜圣殿 真是菜如其名 一整个圆桌已经密密麻麻的摆满了二十多种海鲜 有生吃的海胆 生蚝 水煮的贝类 隔水蒸的大飞蟹 不管是烹饪工艺还是海鲜的种类 真是应有尽有 看得记者是眼花缭乱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了 哇 这么多吃法 是的 那我应该 选择困难了吗 对 从哪下走了 从生的开始 因为生的海鲜 特别是新鲜的海鲜 它能够保留它那个最原汁原味的感觉 你尝一尝鲜不鲜 行 那我先尝一 大连海鱼出产的 好 感觉这个生蚝啊 这个像手掌这么大 这个很嫩里边 是 好像很鲜 很鲜 然后一咬一下 有点像咬豆腐的那种感觉 是的 它的肉质是非常爽滑的 在大连吃螃蟹的肉 你可以参考吃红烧肉 对 全部吃掉 你全一口下去 嗯 哇 超满足 是 螃蟹呢 你就能品尝出那种鲜香的味道 别的城市可能有人会说 大口吃肉 我们说的是 大口吃蟹 大口吃蟹 大口吃海鲜 记者找遍了海鲜盛宴中的 二十多种海鲜 还是没有发现 和书法有关系的海鲜 看来 想找到这海鲜中的书法家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影子说 先别急 老大连人喜爱的传统海� 还没出场呢 我们尝了这么多的新奇美食 应该说都是大连新时尚的代表 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尝一尝 我们小时候那个最传统的味道 那一起去尝一尝大连海鲜 以前的老味道 一起去品味一下大连海鲜独特的鲜味 什么样的海鲜菜肴能够代表大连的老味道呢 影子带记者走进的是一家老菜馆 在十克的餐桌上 记者发现 点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咸鱼饼子 咸鱼饼子这块就是鱼杂着特别脆 然后那个饼子吧 颜色也特别好 口感也特别好 然后咱说大连 块儿比较土的 就是那个油骨 咬着特别有咬成 它当中大连就原来吧 听说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大铁锅 大铁锅然后弄完鱼 然后把那个饼子护的 这个感觉就是大连那个老味道 就是特别正宗 金黄的咸鱼和玉米饼子 配合着简单的蔬菜 就是十克们口中说的 大连老味道咸鱼饼子 张正伟 土生土长的大连人 今年48岁 从17、18岁跟着长辈开始做咸鱼饼子 到现在已经做了30年了 在他看来 这是大连人对于海鲜老味道的传承 十几岁就开始跟大妈学习 制作这个咸鱼 我们现在保持这种 腌制 晾晒和这个 一系到加工这个过程 我们都保持40年前 大妈当时传授给我们那个方法 现在能看到 在我们这个咸鱼上面能看到 小时候和老的味道 制作咸鱼饼子的食材非常简单 咸鱼是秋季提前晾晒好的大连天口鱼 鱼干直接下锅炸至表面酥脆金黄就可以了 而玉米饼子 从用面的比例到和面的技巧 都是需要多年的经验的 张正伟也希望这样的手艺能够代代相传 做咸鱼饼子一定要用乡下的铁锅涂造 这样才能有大连人记忆里的老味道 记得看了半天 这大连传统菜咸鱼饼子 也丝毫没有书法家的样子 一听我们要找海鲜中的书法家 张正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宝贵的线索 根据张正伟提供的线索 第二天一大早 影子和记者就来到一片摊涂地碰碰运气 这里真的能找到海鲜中的书法家吗 今天我们是全副武装来到大海边 寻找海鲜当中的书法家 海鲜当中的书法家 我们手里用到的是一会儿我们要用的工具吗 既然是书法家 它一定是对毛笔特别感兴趣的了 这个笔是用羊毛做成的 你细细闻起来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书法家对这个特殊的味道特别的敏感 我给你点提示 这个书法家它的外形长得像蟹又像虾 那生活在这个洞穴里面 一个洞穴只有一只 看来这个量还是非常少的 那一会儿我们就一起去碰碰运气 看看在这个摊涂地 能不能找到我们海鲜中的书法家 记者发现在摊涂地里 三三两两的人围在一起 像是等待着什么 走近一看 这一块摊涂地里插的都是毛笔 看来这应该有我们要找的书法家了 不过这种海鲜也不是好找的 记者亲眼见到一位老人 把插在摊涂地里面的毛笔 全部都拔了出来 却一无所获 旁边的一位大妈还在坚持着 她用手上下活动着 像是在用毛笔引诱这个海鲜书法家 你看这个小洞就是它的家了 每个洞里面都有一只 有的时候你这个毛笔往下插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碰到了那个虾的壳 就是它比那个土壤会 它比这个沙子会更硬一点 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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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了它是要抓住了吗 这个能明显感觉到它在动了 这个毛笔在抖动 但是什么感觉的时候它才能上来呢 你感觉它就用它那个小爪子往上推推推推 一点点的往上推它也是很小心的 它不会一下子露出头来 它用爪子推推推到洞口的时候 就赶紧用手抓住拉起来 哇 没有 空白形象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这个海鲜种的书法家 影子找了一位专业人士陈阳 他可是当地钓这种海鲜的能手 它有感觉 像钓鱼一样有手感 对 有手感 真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 陈阳很快就钓上了这个海鲜种的书法家 这可是记者期盼已久的大咖呀 记者苦苦寻找终于找到它了 影子介绍说 这种海鲜在大连当地叫做楼姑祥 外观不似虾耙耙子 身子是虾的样子 却有着像螃蟹一样的爪子 这钓楼姑虾到底有什么样的技巧呢 就是说这个鼻子没咱会动它 它有虾你能感觉出来 就没虾这这鼻子刹到底了 你上下提吗 像钓鱼一样 对一点一点往上引它 它就跟着你这个鼻走了 那它为什么要用毛笔钓呢 因为咱们干活的就是它软和的毛笔 软和它是对这个气味有什么名 哇 钓鱼好厉害 钓鱼就是钓鱼 钓鱼就是钓鱼 出来动的时候 它出来一块 出来这么一块 把它手能抓住它吗 正好这么能掐住这个爪 正好掐住这个爪 你掐住这个爪的同时 快一定要快提 快提它就算了 有了沉阳的风法 记者和影子也很快收获到了 自己钓的楼姑虾 要品尝楼姑虾的鲜味 上锅蒸是最佳的选择 只需要十分钟的等待 就可以出锅了 这海鲜中的书法家 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大盘里面有咱们俩劳动的果实 感觉是不一样的 不容易啊 对啊 来尝一尝楼姑虾的味道 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而且包开的时候 里面都是粉色的 淡淡的粉色 粉嘟嘟的 对 尝一尝它的口感怎么样 鲁姑虾的鲨肉的口感 不像其他的青鲨 那么紧那么硬 它更软一点 而且我觉得鲁姑虾吃起来 就是有不同的口感 到嘴里的时候呢 有点像这个蟹肉的这个感觉 而且里面有蟹黄的这个味道 对 它毕竟是一种海鲜 所以你刚入口的时候 它就是有海鲜的那个鲜味 然后你再细细品尝呢 有人说鲁姑虾的肉有一种苦味 也有人说是一种泥土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在细细品尝 蛇根的地方会有一种感觉 就像你喝了一杯好的绿茶 会有一种清甜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这东北人喜欢吃火锅啊 早在明代中叶的时候 居住在辽宁新兵地区的女真人 在冬季狩猎的时候呢 经常用陶罐涮住食物 这就是新兵满族火锅的雏形 那么到了清朝中叶啊 由于皇家的推崇 满族火锅发展到鼎盛时期 由原来寻常百姓家的粗糙的吃法呢 演化为贵族式的烹制方式 如果您前往东北地区 这种独特的满族传统火锅 那是一定要品尝的 另外呢 去东北海鲜夜市 我们是不能错过的 去大连夫妻鱼 楼骨虾 还有老味咸鱼饼子 海鲜的种类繁多 这吃法也是多种多样 这一定会让你大饱口福 吃酸和吃辣 这贵州人啊 就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贵州之辣不声蒙莽撞 它胜在着隐隐的酸香 一味辣还可以生出 干辣酸辣糟辣鲜辣等等种种花样 那至于酸呢 也是贵州的经典的郁味 前中的贵阳素粉 前南的独山三酸 还有前东南的凯里酸汤鱼 都别具一番风味 下期节目 我们就带您走进贵州 去体会那里独特的酸辣的味道 欢迎您到时收看 好的 今天的节目 就是这些更多的精彩内容 不要忘了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 好的 朋友们再会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